骑友们大家好,我是四郎 今天咱们来解一下天天象棋残局挑战的206关啊 这一关的难度呢还可以 只不过现在黑方这边杀的比较急 双局下底啊或者是跳马都是杀棋 咱们红方只有连杀 第一步棋啊,退炮将 黑方如果躲将就进局将 老将上不来了只能电视 一杀士上来马尔炮绝杀 哎,这里咱们是有连杀的 黑方不敢动将啊 这里咱们退炮将的时候啊 黑方一般都会吃马 你不吃马死更快 吃完马以后咱们退炮用狙将 这一将黑方不敢补视啊 不然平炮是一步杀 他不敢 这里他只有回底线啊 回底线以后咱们这个兵啊 离老将太远 所以说这里得多打一将 黑方一上 上去以后咱们得用兵拱式了啊 如果黑方吃了 咱们就平局将 黑方一躲 然后进兵将 现在是戒帅助攻 黑方只能逃 咱们跳马绝杀 那我们再看一看啊 回到这个位置 这里我们一送兵 刚才讲了黑方不能吃 那他只有躲了 躲的话我们继续送啊 那继续送的话 黑方还是不敢吃 如果一吃 还是进兵将 黑方不敢往左 怕咱们平局杀 他只能退啊 那咱们再一将 这一将就完了 上三楼用局杀 平开就浸泡将 一躲再用局杀 那么咱们第二次送兵的时候啊 黑方还是不能吃 他这里只有躲 那躲的话你也不敢往右啊 金兵怼死了 他只能往左 接下来继续送兵 现在是小兵做粥 这回黑方必须吃了 吃完以后咱们上马将 上马将 如果往右进兵杀 如果上三楼退局杀 他只能往左来 往左一走 咱们继续跳马将 黑方如果上三楼 马上炮 他只能回征了啊 回征以后咱们退局一将 底下有马 只能上三楼 咱们进炮一将 绝杀 无净 那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步骤 玩这关的时候呢 四郎用了十步棋 有一哥们呢 用了七步就把这关过了 那么如果说 真有七步绝杀的 可以打到相关评论区啊 那这番棋又讲完了 请我们别忘了帮四郎点个赞 咱们明天再会 下课 那Got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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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